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正式啟用 副市長邱佩玲化身成為家長 和多位市議員帶領孩子們 親自體驗各項設施 下去再下去 慢慢來 一個一個 三層樓高的遊戲塔超受歡迎 旁邊挑戰遊戲區 既然生態步道 溜冰場 全都是嶄新設備 讓開幕才第一天 就吸引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體驗 蠻適合小朋友遊玩 在設計上面感覺都蠻安全的 保游之前以前的大象或什麼之類的 都新增了一些空間 小孩子喜歡爬高 但是他也有這些安全設施 就比較安全 那邊還有大象一些的 這邊有 我兒子小時候就帶來這邊 以前是溜冰場 我們都在那邊溜冰 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 保留許多機用人兒時的記憶 社會府向中央爭取補助 重新整建為親子共榮的遊戲場 除了保留原本大象藝術裝置 還增設了三層樓高的遊戲塔 等多項設施 開幕典禮上邀請了國土管理署 副署長徐彥欣 議長同志偉 副議長楊秀玉 和多位議員共同主持 我們是接棒者 同樣的我們也會是一個 下一個交棒者 我們說我們下一次 林副市長 現在的議書長 接下來這麼好的一個工作 我們努力的完成 這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我想是很多團隊 還有益座們 努力嘟倒 付出的成果 一棒接一棒 最終是什麼 聖火 我們有很多的 都是網球的 也有這個 不是我這一組 最終我們是要點燃我們的聖火壇 聖火壇是什麼 在座的年輕的小朋友 這些可愛的玩伴 他們讓基隆變得更棒 所以 一棒接一棒 最終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讓基隆變更好 放右一棒 才能讓施政的成果 展現在我們的市民面前 最重要的是 我們基隆人需要的生活環境 我們基隆人需要的公園 我們基隆人需要的綠地 我們基隆人還承載著 特殊的文化歷史 跟特別的一些記憶在這邊 所以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想施政的計畫 可以繼續大家一棒接一棒來努力 這個兒童遊戲場也是整個 中正公園希望支援幾個工程計畫的所有部分的倒數第二步 另外一個其實就是大家所知道天鵝洞 然後我所知道天鵝洞已經進度已經百分之十五了 然後最後一路我希望那個大家一起 那個中央地方一起努力把這個整個穿接起來 然後大家在這個兒童遊戲場未來 直接可以從新鵝停車場 做防空洞的電梯也可以來到這裡 也可以從基隆塔走一個類無障礙的空間 也可以走到這裡 所以整個希望支援中正公園 大家就不會覺得很難到達 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啟用 暑假期間家長不妨帶了孩子來體驗 不過政府提醒遊戲塔每天開放時間到晚上十點 另外因為兒童遊戲場周邊並沒有停車空間 建議民眾將車輛停放到市區停車場 再從新鵝洞防空洞旁的階梯 依照指示牌抵達遊戲場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